小朋友参观菇聊 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了解菇的种植照顾到营阳灯 并且亲手采菇 将作为中午的食材 以系列有趣的食农教育体验 带给学生满满的学习动力 菇妈教我们怎么清洗香菇 怎么种植香菇 最后很开心我们还能自己做一个太空包 吃了脆脆的饼干 还有木耳汁 我觉得很好喝 它有点咸甜咸甜 菇妈还有教我们怎么做太空包 不可以放在有太阳的地方 菇类它是害怕纸外线的 撒一点点就算是浇水了 这座农场专门生产菇类 让参加体验的大小朋友 看得到菇 摸得到菇 吃得到菇 更能够亲手DIY制作菇类太空包 带回家后体验观察菇菌类的生长过程 非常多的一个收获 中午还可以享用农场 这边所提供的中餐 用他们的菇类加咖喱 让小朋友有吃有学又好玩 就是从菇农体验到厨师 体验到上菜 他们了解到前置的农夫的辛苦 然后之后在厨师这边也要做很多料理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 从产地到那个餐桌的这个过程 食农教育法去年通过 为了支持在地农产 草屯镇农会和农政单位 合力规划此次活动 提供大小朋友更多当季农事体验活动 认识食物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 在地农业及饮食文化 三张EQ标章的意涵 以拓展食农教育理念 达到乡下炸根的目的 让他们从这个产地到餐桌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菇类 不一定小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我相信经由这样一系列的 食农教育体验之后 小朋友会更喜欢爱上这样子一个食物 重点他们也会去珍惜他们的食物 这是我觉得这是食农教育的 我们必须去从小做一个教育炸根的一个部分 透过和农产业的连接 农会希望加深食农教育的推广 同时倡导使在地持当地的理念 除了提供在地民众更多当季农师体验活动 也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在大家的生活中 记者洪一伦 草屯珍采访报道